在一族魚電共生磚區 放眼望去 魚翁和光電板傳查設置 77公頃的磚區四年前風光動土 但現在遲遲沒有完工 印發了爭議 動土施工之後 縣府積查養殖狀況 到目前還有一區需要輔導 但是臺鹽綠能的光電弊案 除了嘉義之外 談談地檢署 二十二號智慧專案小組 到臺鹽綠能公司營業促所等三十二處 執行搜索以及扣押相關的證物 帶回了被告十九人 證人十五人 其中前董事長陳啟玉也在其中 二十三號清晨 她遭到審押 且有逃亡 滅政及串供之餘 向法院申請羈押禁見 本公司全力配合調查 公司引於一切正常 本公司引於去年和今年主動 將資料由送檢調 將配合釐清案情 前臺鹽綠能董事長陳啟玉 前總經理以及前副總經理等五人 另外涉及了證券交易法 特別被信以及刑法 使公務員勘在不實等罪嫌 有寸滅症逃亡之餘 檢察官申請羈押禁見 光電弊案持續發酵 檢調偵辦的腳步擴及全台 3D新聞 廖國雄王少爺俊榮 綜合報導